小點視頻 斯敏寧玄學應用的時間 容哥莫見到斯敏寧老師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又見面了 老師 今集我們都要講一些風雲人物 或者這樣講話題人物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潘卓雄和劉細良 他們是非前身 甚至有官非前身的情況 今集我想講一下蕭定一先生 蕭定一之前被正式破產 被法庭頒領的 當然他自己的一些個人的財政困難 其實從2018年開始傳起之後 坦白說 經歷了多少年 六年的時間 其實一直都沒有起色 而一直都是就著這個財困 都一直有新聞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被他拖到六年 他都非常厲害 但是今集很有趣 我想從一個命理的角度去探討一下 究竟他這個破產是一個什麼的真實情況 因為有些人都會講的 有錢人破產可以是一個財技的程序 對不對 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 例如好像鍾振圖 他還沒有去到一個富豪 但是他的破產都仍然是 其實是馬照跑舞照跳的 很多富豪都是這樣 那麼蕭定一先生會不會有這樣的意象呢 還是原來在往後一些他的運程 咦 不是的 都看到他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某程度上都希望今集 可以真正給到一些的資訊大家 又或者可以給到一些的提示 真正給蕭定一先生 可能他可以有一些的財產的分配 或者他自己的生意的策略上面 可以未與籌謀的 所以今集請教老師 好的 明白的 我們首先就是看一看 蕭定一先生他的八字 和他的形象的一些特徵 根據網上的資料 他是1974年11月11日 我們就排出他八字的三處 是夾人年月賀月秉神日的 這個八字 我們首先要了解到這三條柱 他本身的八字的特性是什麼 因為他出生於十一月 我們叫做是一個冬令的日子 冬天我們會理解為是一個冬的日子 而剛好他一個炳火日圓 那就是說他一個冬天的太陽 既然他是一個炳火 他就需要那個八字裡面 是有一個火的根本 而我們只是看到有人木 海水和神譜 我們不知道時辰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理解為這個炳火是沒有根的 既然他沒有根 他就需要他年上和月上的那個 甲人木和月木去生旺他 而剛好就是在說 在他我們會理解 看到現在排了四十年的大運 當然再早年一些我沒有排出來 就是我們在說2003年開始 去到2022年的這二十年 也都是行一個比較強的木的大運 所以我們就會理解為 其實他整個八字 在不知時辰的情況之中 他的木的印星是需要存在的 令到他炳火有木的生 這個木就是火的燃料所在 所以第一這個木 第一個方面 大方向上說是不能受到傷害 這個是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 是因為他本身在冬天出生 而他出生的日子是神土 因為神本身是水庫 所以帶有少少的水氣 在何月的話 令那個水氣的能量增加 就會形成他年上的甲人木 其實他是一個冬天的木 冬天的木是什麼 會比較冷些的 會比較冷些的木 就是說他容易受濕氣所影響 就容易產生寒木的跡象 寒木就是說 怎麼樣 他要令到他燒得好的情況 就會差了 所以就有少少 那個木去生火 其實有少少隔硬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他是甲人年出生 而他在何月 他第一個大運 我們叫做是炳子雲 第二個是丁丑雲 就是說他頭的二十年 簡單一點來說 是由他的虛歲三十歲之前 就是說其實是他頭的三十年 其實都是走著一個 比較寒的北方水雲 形成頭三十年的木 是更加濕更加寒 那個炳火的能量是更加不足的 所以他這個八字 本身的原局 在不知道他的時處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個八字 如果我們說那個格局層次 是叫做OK 一般 不算是特別好好的 主要是因為他的大運 是偏寒 木寒 比較難以生火 這個是產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也都會反映著 就是說他的內心 是比較不踏實 不安定 當然如果純粹看八字 我們這樣去判斷 是很難理解 但是如果我們是看他的眼神 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特別是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他不同時期的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眼尾是有些向下跌 這一種都是一種 比較無奈 比較不開心的情態 另外就是他的眼睛 特別是他的左眼 是相對來說 是撐得遠一點點 就是說輕微有一些 是硬撐大的 其實這一種 都是硬做出來的一種現象 說給人知道我很精神的 但是事實上 我的內心 不是太精神 不是太踏實的那個現象的反應 所以這個是他原局造成的現象 就形成一種效應了 因為當他進入三十歲 四十歲 就是由三十到四十九歲 這二十年 當他的水運過去 而再一次出現木運的話 理論上是會好些的 理論上 原因是因為那個木沒有那麼濕 木可以去生火 但是只是理論上 為什麼呢 因為同一時間也是太多木 他塞到火裡面 木多 火反而是塞住了 不太通達的 不過仍然 大方向上面 仍然是叫做有向好的跡象 所以我們會發現 就是確實 由他大約是三十歲開始 就是說他過去二十年的運程 似乎是不太差的 但是我們也會發現 就是說 譬如他那時候有收購過某些公司 而最終那些公司都是 最終的結果都是不太理想的 都是在這些運程裡面出現了 那就是說就會形成 因為原局配上大運 沒有真真正正出現了一個強火的大運 令到那些木多火塞的現象 令到整個八字的通暢度不足 那通暢度不足就容易造成多的騷擾 或者突然之間出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小心點是足以致命 這個命不一定是死亡 但是這個足以致命的命 是講的一個很大的衝擊變化 那因為剛才什麼都提及了 他的問題的出現 似乎都在這幾年開始了 由2018年開始 我們可以看回2018是無率 2019是幾害 由害子炒跟著任人貴卯 然後才到今年 都是講的先行北方的水局 水的年份 剛才都講的 本身這個八字症已經是偏寒了 木來水在生木 而木又濕了 所以我們會見到運程是開始有變化的 再加上它在去年2023年 轉入這個更神大運 這個會產生了兩個的效應 第一個效應就是 因為凡是大運的交界 氣場都是比較麻煩一些 就是說好運的運程都稍稍拉低了 如果它本身不是一個理想的運程 它的現象會再低分了 所以第一就是它轉運 產生氣場的交界 形成氣場混亂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更神大運 因為過去的是木運 而更神是什麼呢 更神是灰光 所以它會帶出更金的氣 更金是什麼呢 是財星 這個神本身是土 是它的食商是它的發揮 但是因為它配更神 所以會形成金水的氣會增加 剛才說金是它的財 這個水是它的事業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知道 在50歲開始的這10年 那個重點就是在它的財 和事業裡面是出變故 出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都提及 它這個八字是不太適宜 而見到太多的水 而事實上它這個更神 是以金水為主 而年份上它不會即時應驗 年份上要留意的是 進入2028年的冒生年開始 因為它將會進入大約 6年的金水流年 所以2028年開始 是其中一個它必須要留意的時間點 當中以2028為一個重點 這個有點遠 我們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今年是甲神年 因為確實有個金金去砍甲木 金金砍甲就是斧頭砍木 它一砍必然產生了一些動盪 動漲 這個甲木是它的印星 印星是支援它炳火的力量 所以我們會見到它某些支援力 是失去的 我們見到這個金金 斧頭幾利 它去砍木 它都會受到損害 而這個財星是有所變化 所以我們會知道 今年是產生了一些 不利它自身 不利它金錢的變化 而申請 而被攀令 是破產的情況產生 在這個局裡 配合大運的交界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今年這種情況 即使它只是被攀令破產 但是對於它來說 那個重點年份 反而是明年 因為明年是月字年 我們會見到出現了自害聰 出現了人質的雙形的狀態 自害聰 剛才我們經常強調的 這個炳火 其實它本身不夠力 當我們見到明年 太歲是火了 這個蛇是火 那就對這個炳火有力 理論上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但是因為這個自火的出現 其實是有少少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去理解 原本一個弱的人 被人迫到長角 他要怎樣 他就唯有反撲 反誓 小心點 這個月字年的出現 令到炳火轉身旺 是一個反撲 但這種反撲 在一個相對強大的 金水的氣場之中 這種反撲 小心點 是容易出變化 而當中我們還要見 因為自火令到炳火身旺 就會即時在明年的年份入面 凡是見木 這個木就會成為它的忌神 以明年的流年來計 我們見到第一 明年是月字年 第二它是甲人年 而它是在月寒月寧出世 所以會見到一片是木火成局 這個木是正偏印頭 這種正偏印 印會理解為甚麼 印我們會理解為我們的健康 跟我們的健康是相關的 印我們會理解為長輩 而剛好年月是印星 是正偏印 亦都是長輩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直接去代入它的現象 就是說 他小心點 明年未必是他自己 而是他長輩 即是說他父母的健康 是特別留意 因為我們知道他父親是哪一位 對於母親 個人來說不是太認識 會直接去理解 因為他正在走這個 更神的大運 更金就是財星 亦都是他的父親 而我們見到這個更金 在明年強木而火氣增加的情況 確實更金的財星 是出現了一個被木所反黑 亦都同一時間被火黑的現象 所以就要特別提示一下 明年蕭先生 即是說其實是他父母 要特別留意 是他父母的健康問題 又或者是金錢入面 是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當中是以健康為主 而這種健康 不是普通的雙風感冒那麼簡單 而是傾向一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例如我們會理解為 心路血管或者癌症的毛病 明年是要特別留意的 而當中是以蕭定一先生的長輩 是傾向那個次序 是排得優先的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要留意相對比較近的時間點 另一個時間點 就是剛才都有提及到的 就是2028年 如果我們配蕭定一先生 他本身的形象 其實同樣是看到的 如果各位有看過我們之前 不同的集數 有講過不同人的形象 相信大家都很有經驗 可以即時看得到 因為蕭先生他在1974年出生 今年我們可以見到 他那個歲數的話 也只是講的是四十幾歲 但是我們會發現 某些現象 在未來的流年的時間 他會出現 蕭先生今年實齡是五十歲 即是虛歲是五十一歲 五十一歲是在走人中 然後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都是在走人中 橫幅一帶的時間點 我們會發現 第一蕭先生 他本身法令明顯是短了 即是說他只是去到人中的上半部分 他的法令已經停止了 沒有再延伸下去 法令代表什麼?號令 代表他的事業 第二法令其實跟健康是直接相關的 而剛才我們都說了 今年他是虛歲的五十一歲 即是說未來幾年的時間 都是一個他要特別留意他的事業 和健康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件事 因為剛才眼筆都有提及的 就是他往後的時間 究竟有沒有一些溫馨提示 又或者要留意的現象 因為這個更神大患本身就已經是不理想 明年是一個時間點 2028年開始的六、七年是一個更大的時間點 無論是形象或者八字都已經知道 而當中如果是主要針對蕭定一先生的話 當然我仍然是以健康作為一個重點的判斷所在 因為走到法令 特別是我們說人生五、六十歲 其實沒有東西比健康更加重要 而法令這樣而短而淺的話 當然他是偏淺 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連帶下去 又似乎不是的 他是稍稍淺 而法令如果有些人的法令本身是不過人中的話 即我們叫做法令不過口 那個說法就是難過五十九 即是說歲數是短於五十九歲 其實他越短的歲數、受緣是越短的 所以這個我們會直接判斷進去跟健康相關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本身的嘴 都是有一個歪的狀態 都是向他的左上角斥的 這個本身都是跟60歲之後的運程相關 而當中也會涉及一件事就是他的健康 因為他的嘴唇色都是偏語的 還有就是他的眼神 剛才也提及了 就是他的眼神其實比較虛浮一些 這個本身都是反映著 因為嘴唇跟那個消化系統相關 消化我們知道 脾胃是我們後天之本 所以如果消化不好 是影響著我們的營養吸收 眼神是反映著我們內在的精氣神 體力實實在在 體力裡面還有多少能量的一個反映 而他的眼球已經是略大虛浮 所以都已經是說 裡面的精氣神那個原神 原氣那種消耗 本身已經是不少了 再配上如果營養吸收不足 就更加要特別留意的 所以剛才Mac問 究竟這個只是短期的小問題 還是長期的要特別留意 我就會特別溫馨提示 是特別長期要留意 因為由這個更神大運 轉入金水的大運 再配上金水的榴槤 本身已經是不利 上到六十歲行新治大運 剛才都提及自害聰 越處反淫 還有人治的營動 加上新金備合 秉身合化水的情態 形成其實是產生了 輕微的水火膠戰的現象 這些的現象 去到這些的歲數 相對來說 其實更加需要關注健康 另外還有一件事 是更加更加重要的 在這張照片 在它的形象上面 另外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們之前有一集 是講劉細良先生的話 大家如果那集大家是有看的話 其實是應該可以看得到的 我給一些提示大家 就是和這個面部左右的現象 是有關係的 如果大家是沒有看過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看回那集 再回來看回蕭定一先生 其實他也是有了同樣的現象 是產生了的 而這種的現象本身就是反映著 當事人小心點 他的運程是多變數 運程是波動 所以本身這類型的形象的話 是小心點 那個層次格局 那個層次不適宜去得太高 因為又是回歸到 我們所講的福德 福德要相配的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很明顯 是有了一個分別 所以如果真是說 溫馨提示的話 往後注意健康 第二工作各方面 盡量以安靜為主 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只是簡單點做一些 可以生活到 一定的收入 生活到的工作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追求更高的層次 因為我們經常在講的 要相配 八字面上都有這個反映的話 反而是特別小心 要小心點是爬得越高 是跌得越低的 老師 如果按照蕭定一先生 無論是八字或是面上 看到那個情況就是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這樣說 經過今次這一役之後 其實蕭定一 是應該適而 就是一直比較低調下去 是不是這麼說 沒錯絕對是 嗯 OK 希望今集的內容 可以令到大家 在命理上面 也得到一些啟示 再次重複 如果大家就住一些運程批算 或者風水佈局 想請教斯文寧老師的話 都是歡迎的 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詩文寧老師的聯絡方法 請教他 下一集我們再跟老師 再講講其餘的話題 好 拜拜 拜拜